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求生不行求死不能 所以就一直在里面的困顿 人的身体 心理灵魂会互相影响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你说心理学家有没有研究出来 多少研究出来 医生有没有研究出来 多少研究出来 那这里面关系有没有多密切呢 很密切 有多密切呢 看你的认知 见仁见智 而跟你的戏中你的角色 是不是细细讲关 细细讲关 而你有没有把这个戏弄清楚 搞明白 就在当下 所以要不要来听一下戏这首歌 所以太阳圣德的歌有时候好好听一下 要好好品味一下 好好去想一下 当下的你究竟在干什么 对吧 当下的你在顺或逆 那这个的当下的下一步该如何呢 何去何从呢 各方面的洗礼 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而在启示中我们又进步了多少 在进步的幅度上 我们是不是很有底气的看到自己的今生来世 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平时就应该熟练中 你越来越笃定的知道自己究竟为何 所以你有没有拥有幸福的团奇 有 每个人都有 要弄通这道理 才能够拥有 没弄通就没戏通 这个顺便讲一下 这个幸福圆满班啊 这个题目改一下 现在我要开的呢 不叫幸福圆满班 叫做主持幸福 就是我们要以主动性 来把幸福昌盛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